在今年5月13日 世界法輪大法日30週年 和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七十一華誕來臨之際 來自香港的李女士表示 對法輪功心懷感激 繼續堅持 疫情期間 李愛妃開始學煉法輪功 郁悶的心情獲得改善 身心平靜也更健康 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 她發現越來越多港人認清中共 甚至會拿法輪功接戰的傳單 和天滅中共牌子 在這樣恐怖的迫害之下 哇 這麼不人道 男女拉去監獄又活摘器官 又被人毒打 又鄰姦 但他們都堅持 現在大陸還有很多人去修煉法輪功 我覺得這件事令到我感動 很堅毅 他們的精神 我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很佩服他們 很愛他們 面對中共長達23年 且仍在持續的迫害 法輪功仍然洪傳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受到世界各國褒獎歡迎 她認為 在當今道德下滑的社會 法輪功真、善、忍的普世價值 會為人類帶來美好 甚至整個國家都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她呼籲 受中共謊言迷惑的人們 盡早了解真相 明變善惡就能迎向光明的未來 新唐人記者 郭約希 江麟達 洛杉磯採訪報道 和音樂 臺 郭約瑞磯採訪報道